安乐区有基隆市最多的人口 每天头有最多的通勤上班族 长庚医院大楼 也是大基隆地区 每天最多建出的建筑物 每天约有一万人 于情于理 都必须设立一个长庚医院的捷印站 捷印从巴督到基隆之前 这途中还有一个基隆市人口最多的安乐区 没有捷印站 只要是市府能够做的 或者是 只要有机会 我想我们都会去尽一切力量去努力 基金123路 现在的掉坡车道的这个做法 都是我们警察局在做 那先问将军你刚到任 你知不知道这个掉坡车道 目前你们实施的结果的感觉是如何 实施掉坡车道之前 也跟高工举跟敲动处 开过很多次会议 那因为都 就是限于地理环境 还有这个路行的关系 可能就成如陈宇远讲的 可能还有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协助 所以希望说局长这方面 你多多留意 多多注意一下 请我们高工局那边 能急速的做相当的一个回应 我们的福利业区一直标不出去 你们上次说要去台北 参加了一个什么说明会 是不是 那请你说明一下 我们福利业区到底是什么困境 而是无法做有利的一个所谓的委外 这个招商过程里面的话 有一次是没有人投标 没有错 那另外两次的话是有人投标 但是在整个评选结果 他不是最优申请的 那我刚刚 我之前有说过 我们不是为了促餐而促餐 因为后面的话 这个涉及到整个照顾跟相关权益 这个特举年限长达50年 所以我们会特别谨慎 那我们整个及格的分数标准把它拉高 我想这个是其一 就我们挑选厂商 那其二的话 从厂商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 当然这一两年的原物料价格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在整个财务因素上面的一个估算 我们这边跟他们不同的厂商的估算 其实有点落差 那当然相对来讲的话 他们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 那当然这东西需要一些沟通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标规的一个检讨跟整理 那希望说能够让彼此的一个差距 能够更慢慢慢慢的这个拉近 那照理讲说我们这个福利远区 可能无法在这个短期之内 有一个所谓的答案 在十月的时候会看到结果 我想过去这八年来 这个秦英议员跟我一起共事 相信你也了解 不管是我个人 还有市政府所有的局处首长跟团队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还有精神在努力市政 然后也非常谢谢秦英议员 刚刚给我们的一些指点跟指教 那也承诺你刚刚在说的 这个有建设性的可以做的 我相信我们局处首长都会 这个非常愿意来这个向前来推进 谢谢你 感谢观看